對推著嬰兒車的夫妻準備過馬路 但下一秒 左轉轎車不但差一點 就要狠撞嬰兒車 竟然還按喇叭坐視為何 要不是女子緊急把嬰兒車轉向拉開 恐怕一家三口都會被轎車撞擊 力譜畫面 連全車目睹的駕駛都看不下去 這個人在幹嘛啊 他沒在看喔 嬰兒車上的幼童吓得娃娃大哭 男子氣得想衝上前踹車頭 闖禍的駕駛卻像若無騎士一樣 讓人看不下去 行人地獄的場面 發生在二十八號晚上八點多 新竹名泉路上 白色轎車離譜開在斑馬線上 後面還差點兩度撞上嬰兒車 一家三口 誇張畫面PO網 網友紛紛痛罵 這是殺人嗎 駕照是雞腿換的嗎 另外一起行人地獄 發生在桃園 騎著單車的阿伯正要過馬路 一輛公車疑似沒注意到阿伯 在完全沒減速的狀況下直接右轉 嚇得阿伯只退三步 有網友痛批 客運司機不意外 阿伯用騎的更危險 桃園警方表示已經接獲舉罰災案 將會對駕駛開罰 汽車為李漲行人加重處罰 3月31號起正式上路 最重可處3600元罰款 只是罰金真能有效降低行人地獄的出現嗎 大家都在看 記者和孟謙劉志展 姚立強李宗澤 新竹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We'll see you next time